接下來上個東西叫做紫外線指數 就是我們把這個好像提過嘛 就是每天中午陽光最強的時候 每平方公尺百交二 所以有個紫外線指數 現在氣氧局由紫外線指數預報 然後總共有15級 7以上過量10以上危險 那就可以參考它的預報 然後呢就知道紫外線搶弱呢 有出門的時候呢 該包的包該裹的裹 避免需要曬傷啊什麼之類的 就這樣就看看就好 目前為止 你這個預報在考量有什麼用處 就算告訴你說明天 紫外線指數非常危險 你還是要上班 要上個也不能夠 就不用去了 就知道一下氣氧上過量10以上 或學測考過 或學測考的方法不一樣 就我上次講過了 OK 那就是氣氧上過量10以上危險 欣賞完就五次了 然後呢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有一個叫做臭氧凍 臭氧凍是因為氯的關係所造成的 這個氯大致上是來自於 氯氯碳化合物CFCS 有人寫氯氯碳化物一樣 很多人會寫氯氯碳化物一樣 我們國中沒有教臭氧如何形成 我們國中沒有教臭氧如何形成 國中也沒有教氯怎麼樣破壞臭氧的形成 所以就不管他 但是呢我們的 這個學測有考過一次 不過學測考的是一個月圖測驗 你把他寫字看完你就會 看完你就會 所以不用先教過 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這玩意兒很好用 火力碳化物很好用 它是美國杜邦公司的發明 安定 沒有圖性 用途廣泛 噴霧推進器 所有要噴過來會指什麼 髮膠那種 服務那種 都需要它 它是很好的滅火器 滅火效果良好 而且不傷衣料 我們的酥著火了 拿水去救火 火滅掉的酥也毀了 全部泡水完蛋了 拿它滅不會 噴霧噴完之後酥完日酥 很好的 OK 很好的冷煤 很好的冷煤 會膨脹 然後吸熱 然後溫度會降低 然後它的冷煤 所以以前用得非常的廣泛 後來發現 因為它很輕會往上飄 飄飄飄飄飄飄飄 飄到了天上 然後甚至是升到平流程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化學反應 然後就把酥養給阻斷掉 所以它就出來 所以就發現它就是問題的所在 所以這就是這個 它噴霧推進器 經常它分解出氯 因氯的關係阻斷 6萬元阻斷 所以造成它的減少 氯氣的阻隔造成的 臭氧的形成過程被阻斷 所以臭氧含量降低 所以形成所謂的臭氧動 所以它發現細節不講 細節不講 這怎麼辦 那有一些方法 1985年有個臭氧決定 然後有重要的就是蒙特羅議定書 有個蒙特羅議定書 它就是要用來限制 限制我們的臭氧 1989年正式生效 1989年正式生效 然後規定1996年開始 不能再生產及消費佛麗燙泡物 歐盟提早了五年 歐盟提早了五年 實施 那歐盟有規定 你那個 因為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清洗劑 因為用來洗電路板 因為它會滲到歐盟聯馬 當中用容量 這要進去 歐盟有規定 用佛麗燙泡物洗的電路板 不能夠輸入歐盟 所以臺灣被迫提早五年 跟著一起進用 你們那個 你們現在用的那個立可帶 立可白 藍白色塗上去的那種 液體的那種立可白 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會註明 本產品不含 柏綠泰化合物 不含CFCS 現在不會寫 已經進用這麼久 大家都懂得沒有用 剛開始的時候會特別標明 大家進用 沒有用 還有啊 最近網路上傳了好幾次 最近一個大晶冷氣的廣告 你有看嗎 冷工那個廣告 有沒有看 大晶冷氣做一個廣告 那個日本人啊 什麼打入冷工啊 冷氣不冷啊 還有什麼R什麼多少 還在講他的新冷 因為他這個很好冷 但是事實上 其實現在應該都沒有 國慮燙泡物 OK 其實這樣不錯 就了解一下 一樣國中生 全球暖化 國中生就記得 有一個京都議定書 是要用來限制化產的排放 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拓氧洞 就記得 有個毛克樓議定書 是要來限制CFC的生產跟消費 用來解決創動問題 他說可以 這就是我們要教你的內容 OK嗎 OK